嗨,哈囉,歡迎來到 Watch Wonderland Mbf 在整個表界短短的十幾年的時間可以快速的崛起 甚至是現在所有獨立之表是品牌面最數一數二的品牌的原因 最主要是它的領袖人物Max Buser 本人 它有一個很大的感染力跟它就是最成功的說故事的人 Mbf 這個品牌發想出的每一個作品的背後都帶隨著一個很精彩的故事 這就是為什麼每一個作品一推出的時候 業界所有的人都可以很快的感受到它想要說的是什麼 所以品牌很快就被大家給接受了 那另外一個方面呢就是Max Buser 本身在業界好人員 他找了非常多的製表師們跟他做結合 所以他每一代的作品推出之後都很強厚的資源背景 所以每個作品的複雜程度是可以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 我們跟 Mbf 這個品牌的結合 不只是像我們在做生意一般 這話要說到我們跟 Mbf 跟 Max 很早之前的淵源 他早在 Harrison 工作的時候 他開創出每一代的 Opus 系列 那時候我們跟他就有合作過 那他每一個作品對我們來說都是覺得非常的獨特 非常的新奇的 所以早在他 2006 年來拜訪我們的時候 我們前總經理就覺得相見甚歡 那我絕對可以相信他 我很喜歡他的作品 我們就合作吧 照 Max 本人所說的 It's not a business 這是對一個鐘標熱忱 Mbf 對我們來說 不只是一個品牌在經營而已 是與好朋友一起去朝著喜歡的東西 朝著遠大的夢想的前進 在 H&M 這個系列呢 其實就是 Max 他本人 他將他小時候的幻想 對外太空的這個好奇跟奇幻的這些想像空間 都把他灌輸在他第一個作品 H&M 裡面 所以延續了他的第一個作品之後 整個 H&M 系列 都是發含了他所有小時候 所有天馬行空的想像空間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第一眼就是覺得 是水母 而且是非常開心的 覺得我看到了 Max 他又往新的一個領域前進了 破了先前只針對做機械類的 不管是汽車是太空船 這些東西做為發想 他現在是真的把生物類的東西 再拿來做結合 比如說像他的這個設計 圓弓門的這個拱形造型的表面 其實就是像是水母的主體 側邊的這個防水潛水圈 其實就是像是水母旁邊的側邊 那還有呢就是他的漂浮式的這個表耳部分 再加上背面的像麗芽型的這個自動盤 整個都是在體現那個我們水母的觸角 H&M 7這支手錶呢 他採取的機械呢是中置陀飛輪 所以他的時間顯示 是要避開中間的中置陀飛的這個部分 有兩個時間盤 一個是時針 一個是分針 那我們調教的時候呢 是從右手邊這個龍頭去做旋轉 那中間呢 六點鐘這個位置呢 有一個綠色的指標 那你的時間盤呢 對到那個指標的時候 就代表是他的正確的時間刻度 值得一提的是 H&M 7這支碗錶呢 全部的MBF系列手錶裡面的第一支 擁有潛水功能的潛水錶 所以他的外框上呢 又加了一個潛水圈 當下旋轉的時候 他都可以作為一個 另外輔助計時的功用 這支錶呢 很多客人看到第一個 先發出一個很驚悍的聲音 哇 那接下來都會問你是 這是手錶嗎 這是一個飛機 還是一台車 更有趣的是 其實它是一台飛機 它也是一台車 因為這支手錶的整個創意的發想 來自於50年代的時候 在那個時間點 我們在不管是汽車工業 或者是在飛機工業 在測量整個這些氣流的這個部分 都還沒有很實質上的發明的時候 大家都只能靠著 用黏土去捏出一個東西的外表 然後實質上去測試 它快速的經過一個物件的時候 它的風阻力是多少 所以MAX呢 對這支錶的發想 也是很抽象的 但它的外表 深刻的感覺到是 好像是一個車子 是一個飛機從你面前 快速的經過的感覺 感覺到那個圓潤的線條感 那另外一個部分很特別的是 這支萬錶呢 它讀取時間的方式呢 是採垂直的方式的 讓你開車的時候 手腕是朝一個大概 45度角的方式去使用 在讀時的方 讓你非常的輕鬆 方便的可以看得到時間 那另外一個很特別的是 除了它機心裝置是 垂直的部分以外 為了要符合整個 氣流的外型的設計呢 MAX將它整個機心的橋板 也設計成是一個 Y型的機心 它再去把更多 品牌的複雜功能 記憶元素 加入在錶款之中 比如說 您現在可以看得到的 這個雙百輪的設計 雙百輪是一個很複雜的工藝技術 它所有這些複雜功能的創作 其實都是源自於 要符合外型的這個發想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 實至名歸 將故事發想為主軸 其實設計表殼 再將所有的複雜工藝 套用在手錶上的一個品牌 Flying T這支彎錶呢 是14年來第一次 NBAF專門為女性 量身打造的一款手錶 它裡裡到外 都是重新改良過 打造過的 不只是用原本的LM1 去做改造而已 比如說 從尺寸上 它從以前 為了LM1做的44的尺寸 已經重新的調整到38.5 這個尺寸呢 戴在女性的手腕上 看起來是非常優雅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特色在於 它的錶耳錶腳這個部分 它做了一個 跟以往不一樣的錶耳處理 是由粗到細 非常纖細的一個 設計 看起來是更加優雅 另外在弧度上呢 它也是更加的彎曲 所以佩戴在女性的手上的時候 會感覺非常的服貼 更加的舒適 另外呢 符合現代女性呢 在把手錶當成 生活中一部分 佩戴珠寶的配件 所以呢 它提供了三個版本 三個版本都一樣 都有箱上鑽 有圈鑽款 滿鑽款 甚至是更加奢華 值得收藏的這一種 T鑽的鑽鑽方式 我覺得更值得一提的是 它是叫做專屬為女性打造 secret hour 它的時間的顯示 是用一個45度角 傾斜的髮廊面盤 只有呢 佩戴這隻腕錶的本人 你有辦法閱讀到時間 是專屬於你自己的時間的方式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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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